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历史文化渊远流长 从夏商周到如今 历史虽然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但多少留下一些痕迹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经常出现发现文物的事情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西安地铁修建 当年挖出了多座古墓 然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 主人公却是一个石荒老头 事情发生在很久之前的内蒙古 当时临近春节 石荒老汉正准备打到回府 突然被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眼睛 走上前一看 居然是一些生了锈的铁棍 那时候一斤铁有一块钱左右 老汉心里直乐 今天总算是没白干 他捡起七根铁棍回了家 打算烧火把它烤一烤 以前的人们都用这个方法来除锈 结果这铁棍居然越烤越亮 黄灿灿的颜色逐渐显露了出来 老汉正才发现 这并非是普通的铁棍 而是十足的黄金 随后他又迅速回到发现铁棍的地方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 乱七八糟加一起 最后捡到了足足七斤多重的黄金 趁着还没天黑 老汉拎着这些黄金去了市局上的一家金店 金店老板说 这些铁棍含杂质太多 不是纯金的物件 需要熔炼提纯才行 最终这些铁棍一共练出了四公斤的黄金 老汉获利足足一万两千元 在那个年代 万元户是极为稀少的 没多久 老汉识到金字的事情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老汉的神奇经历很快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 相干人员马上驱车赶到老汉家中 根据老汉对那些铁棍外表的描述 又在铁棍出现的地方实地考察 最后专家对炼出来的金子进行了反复检测 最终得出结论 这根本不是什么铁棍 而是匈奴时期的金器 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专家断定这些黄金的价值足有三亿元 但因这件文物被老汉偶然捡到 没有选择上交 而是将它熔炼 这块罕见的汹涌金器 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在场众人无辜恶手叹息 好了 我是邱雨 关注我 谢谢大家